巴拉巴巴巴巴拉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做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巴拉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拉 嘿 狗狗巴斯 巴拉巴巴巴拉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把哥德马上赶到 超雪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完就收获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险阻也不怕累 小巴扯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做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巴巴巴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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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巴斯 就是超雪仙风 田田和妈妈 欢迎大家收看明日访谈 明日岛首个建成的立体农业基地 空中农场即将向公众开放 成为城市新景观 下面将由空中农场负责人 农业专家李维娜博士 为大家做详细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李维娜 在我身后的玻璃建筑就是空中农场 这种玻璃能高效吸收和利用太阳能 为植物生长和机器的运行提供能量 在空中农场中有花园 果树基地 牧场和农田哦 李博士 请问这些果树将送到哪里去呢 所有农产品都将运往明日岛各大市场 当然 现在空中农场也欢迎大家来一边游玩一边采摘哦 哇 这实在是太酷 太棒了吧 汽车也能开进去呢 没错 哥能 我们可以一起进餐馆呢 我太兴奋了 田田 你看到了吧 那个超神奇超厉害的农场 我看到了 阿丽 先等等 我正在给这些紫化木须的小喵喵换水呢 本次换水记录输入 再过两天 我们就能享用紫化木须的三明治了 咦 原来种子不用土也能生根发芽吗 这是水培种植哦 哥德 有的种子是可以不用种在土里的 这种水培技术在刚才的空中农场中是很常见的哦 水培 刚才新闻里没说呀 田田 你怎么知道的 这些都是从我妈妈那里学到的 我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了 田田妈妈 其实你们已经见过我妈妈了 就在刚才 啊 田田妈妈在哪儿 那 难道说 李博士就是你妈妈吗 田田 哇 田田 你妈妈真是太厉害了 你一定从她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吧 啊 妈妈太忙了 她每天都要查看农场中的植物生长情况 所以 我能学到的东西有限 等空中农场开放后 她会变得更忙 田田 不过 我现在正在记录她们的生长情况 用来测试我做的植物生长监控系统 我想用这个系统 来帮忙解轻妈妈的工作压力 哇 看上去好厉害 我越来越期待到空中农场去参观了 我也是啊 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妈妈了 她或许还不太清楚 我已经是个出色的程序员了 你的监控系统 一定能给她一个超大的惊喜 没错 哇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电视前的观众对不起 由于现场发生意外 我们的直播要暂时停止 发生什么事啊 我把那边的监控调过来 要先把机器人暂停 由于突然状况 我们决定留在现场继续录制 你不是 没有人能来帮帮忙吗 嗯 我不太适应团队合作 所以整个农场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 嗯 你们放心 这种事情我遇到过很多次了 都能 都能快速搞定 马上为你们掩饰蔬菜区的喷雾过程 可是 这些机器人根本不听你的指挥啊 怪了 我明明是让它平址的 哎呀 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嘛 就不能像蔬菜一样简单好懂吗 啊 快走啊 这太危险了 伙伴们 我们可以去空中农场 帮帮我妈妈妈 当然没问题 我们赶快去会议使金河吧 我已经发送金河醒球了 我无法连接空中农场的系统 根据机器人的反应来看 这极有可能是控制系统出现了问题 机器人无法正确完成指令 整个农场有近一万多台的机器人呐 它们是连接的同一个控制系统吗 这个 我也不确定 这必须得进入农场的系统才能知道 田倩 你看 是不是有了这个 就能有解决的办法了 是李博士的操作品 没错 只要有操作品 就能进入农场系统了 胡晓 我也能帮忙看看 问题会不会出现在机器人身上 还有我 还有我 别忘了 那些倒下的蔬菜架 只需要一个力气大的人帮忙 小青 我估算了一下 那些金属架每个都在200公斤以上呢 那就用我的掉臂把它们都掉起来吧 太棒了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出发吧 各教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offi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代表技术 Engineering代表工程 Art代表技术 Mathematics代表数学 Athletic代表运动 这一切可成啦 超鞋鞋哦 超鞋能量能够变身 工程要不出 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小爸 哥德 你拿电草 哇 它比电视上看着更大 田田 我实在难以想象 这么大的农场 竟然只有你妈妈一个人管理 所以 他才会忙得不回家呀 进行善犯验证 验证完成 请进 哇 在高楼大厦里种田 太不可思议了 嘿 伙伴们 这里有电梯 空中农场太节约土地了 真像是个小型生菜圈 动物粪便给植物带去养料 而植物光合作用 为动物提供氧气 不过 我在想的是 这些机器人都在正常作业 那就意味着 只是蔬菜区出现了问题 哇 哦 好巧妙的设计啊 螺旋架保证了所有蔬菜 都能晒到充足的阳光呢 啊 别撞坏呀 这么好的设计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 艾迪 我们不是蔬菜啊 我们不是蔬菜啊 别吹着我们啊 别吹着我们啊 妈妈 甜甜 你怎么来了 超学先锋 还有哥德 你们来了 我们来帮助你们 超学先锋 你们都是甜甜的小伙伴吗 想来点蔬菜小饼干吗 不 不对 抱歉 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们 现在这里太危险了 这可不适合小孩子待的地方 妈妈 我是来帮你的 不能离开 傻孩子 这可不像平时玩游戏 连我这个大人都无气可施 你们更不可能做得到 小甜角 快和你的小伙伴们回去吧 我的话筒 别抢我的视像机啊 我们快去帮忙 要赶紧关掉机器人 妈妈 这里错了 甜甜别闹 妈妈在忙 甜甜 还没好吗 妈妈 抱歉 甜甜 要赶紧关掉 甜甜 小心 别害怕 有我在呢 咯 哥德 太谢谢你了 哥德 嘿嘿 不客气 甜甜 你没受伤吧 好啦 马上关闭 还给我 哎呀 你要抢我的半筒 这是 我没事 妈妈 你看 我让他们都停下了 我刚才 已经查出是计算机 控制系统出现了漏洞 甜甜 这真的是你做的 别担心 李博士 明日岛上不少计算机 重序问题 可都是甜甜解决的哦 这些计算机系统中的漏洞 原来是从以前就遗留下来的 进入计算机控制系统内修复漏洞 需要最高权限 妈妈 我需要你的登陆钥匙 拿去吧 呵呵 交给你了 我的小天才 看来这些机器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了 哥德 可以把螺旋架拉起来吗 没问题 兄弟工作 就交给我工程小天才艾迪吧 据我的统计 也有五千颗蔬菜苗被破坏 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可抢救的 嗯 这些剩下的小苗苗又怎么办呀 别担心 我把蔬菜架的图纸给换了下来 很快就能有新的蔬菜架了 这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 这或许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我做到了 系统问题已经解决了 艾迪可以再次启动机器人了 太棒了 听得好 呃 别看我们 我们手上的不是蔬菜 啊 它又来了 对了 我可以用植物生长监控系统 来判断这些蔬菜的成熟情况 这样部分已经成熟的蔬菜 就不用再回到架子上去了 天天 我竟不知道你变得这么厉害了 看来我在这农场里已经待得太久了 我还以为要晚点才能听到这句话呢 谢谢你们超学先锋 为了实现让地球上更多孩子吃饱这个愿望 我想我的独行侠之旅要告一段落了 我得立刻寻找合作伙伴 建立一个足够安全的空中农场才行 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的中央控制系统已经可以拍上用场了 至少你的团队里已经有我了 其他人也一定会找到的 我的小田脚变成我的小程序员了 都拍下来了吗 当然了 珍贵的录像 都得也想留一份多纪念呢 哈哈哈 而不过 离开 中华 这个下来 T连 中华 香港 做各路 酒 贴